你们快点放我出去 赛罗哥哥知道了有你们好受的 哈哈哈哈 赛罗他永远也不会知道的了 你看 黑暗格力乔 你好可恶啊 居然变成我的样子 不跟你玩了 我去找赛罗玩了 你就好好地待在笼子里吧 哈哈哈哈 格力乔 你在家吗 我来找你玩了 嗯 乔妹妹怎么不见了 笔家 卡米拉 你们看见格力乔了吗 没有呀 放学的时候 看到他自己一个人走了 好的 我再去找找 你们看见格力乔了吗 我怎么也找不到他呀 你不是跟他在一起玩吗 怎么跑来问我们了 刚刚在游乐场的时候 我明明看到格力乔 被贝利亚欺负了 你就跑过去 揍了贝利亚一顿 把他赶跑了 然后你就和格力乔 一起去玩了 罗布 是不是你看错了 刚刚我自己一个人 在家里做作业 怎么会和格力乔 在一起玩呢 怎么会呢 光线这么快 我都可以看清楚 多闪过去 何况这点小事 肯定是你搞错了 算了 不跟你说了 我继续找我的乔妹妹去 赛罗哥哥 你怎么在这里呀 我找你找得好辛苦啊 乔妹妹 我正要找你玩呢 刚刚你去哪里了 我在家里做作业呀 我要先把作业做完了 才可以出来玩的 乔妹妹刚刚明明不在家 她却说自己在家里做作业 她为什么要对我撒谎呢 你们四个奥特曼里 有一个是怪兽变的 可不是怪兽 我是真的奥特曼 大家都认识我 我也是真的奥特曼 我也是 我也是 那你们每人唱一首 踏山河 证明你们不是怪兽变的 谁不会唱踏山河 谁就是怪兽变的 赛罗你先唱 由我唱竹龙 前奔看梦 一笑过桑穷 唱将刺破云霞 往下一身牵挂 狄家 该你了 望着寒月如鸭 孤身锋芒 神似无花 风筝三起列甲 雪人万里光沙 成败小难之间 与情是丢杀 格力乔 轮到你了 时间万将心的车锅 满点夜如中 还不见影交错 我唱竹龙 前奔看梦 一笑过桑穷 唱将刺破云霞 放下一身牵挂 狼着寒意如鸭 孤身锋满 这次无花 风筝三起列甲 雪人万里光沙 纯白笑容 对这日期十六强 贝利亚 你怎么不唱 我不会唱 我还是赶紧跑吧 大家快过来 我有好多玩具 送给大家 这个变形金刚 就送给杰德吧 太好了 谢谢老爹 这个玩具枪 就送给凹布吧 谢谢你 贝老哥 这个小熊布 偶就送给格力乔吧 这也太好看了 谢谢你 贝利亚我也要 没你的份 快走开吧你 好吧 不给算了 今天晚上 我家举办晚会 有好多好吃的 好玩的 大家一定要记得来 好的 赛罗我没有说邀请你 你不要来我家 不去就不去 有什么了不起的 贝利亚你 为什么要这么对 赛罗哥哥 他又没有得罪你 这个玩具还给你 晚会我也不去了 那我也不去了 杰德你别走 那你先告诉我 你为什么这么 针对赛罗师傅 其实我不是 故意针对他的 最近小伙伴 都喜欢赛罗 不喜欢我了 我只是想借这个机会 让朋友们重新喜欢我 怎么会呢 你还是那个帅气的 被老爹 但是你这样做 是不对的 真的吗 那我去跟赛罗 道歉吧 不用了 你们刚刚说的话 我都听到了 小伙伴们 还是会喜欢你的 你不用想太多了 谢谢你赛罗 泽塔去哪呢 走我们去游乐场玩啊 哦不 因为连续和黑暗力量战斗 师傅的变身器都伤痕累累了 今天我要把他的变身器 拿去修理打磨一下 是这样啊 泽塔你要把赛罗的变身器保管好 这可是赛罗对付黑暗势力的重要道具 千万不能出现什么意外 放心吧 哦不 我泽塔办事从来都是很靠谱的 好吧 我去游乐场了 你早去早回 泽塔不好了 杰德怎么了 刚刚师傅说 怪兽牧场有异动发生 要我们赶紧去通知大家集合 随时迎接战斗 什么 难道里面的怪兽 又要蠢蠢欲动了吗 我现在就去通知大家 可是师傅的变身器还在我这里 如果发生战斗 师傅没有变身器可不行 泽塔 我正好要回去给师傅报告 可以把变身器带给师傅 好的杰德 你千万要收好 别弄丢了 放心吧 泽塔 赛罗失去了变身器 利利亚大人就可以放心的破坏世界了 师傅怪兽出现了吗 我已经通知了所有奥特战士 做好战斗准备了 小泽塔你在说什么 怪兽在哪里 师傅 杰德刚刚找到我说怪兽牧场有一变 还把师傅的变身器拿走了 泽塔你不要冤枉我 我刚刚一直在巡逻 根本没有去找过你 嗯 你们俩肯定有一个人在说谎 我知道了 杰德 一定又是你老爸贝利亚的阴谋 他派你来骗走赛罗的变身器对不对 原来是这样 杰德你太过分了 我那么信任你才把变身器交给你 你竟然为了贝利亚来骗我 杰德 你肯定也是一时糊涂 现在把变身器交给我还来得及 真的不是我做的 来 我请大家喝奶茶了 杰德谢谢你 赛罗你谢什么谢 这些奶茶我可不请你喝 好吧 今天是我的生日 我在家里准备了很多好吃的 好玩的 今天晚上你们要记得来 好的杰德 我们都不去 赛罗你好什么好 我又没有邀请你 杰德 你干嘛这样对赛罗 我们大家不是好朋友吗 你这样也太过分了 反正我就是讨厌赛罗 你们谁都不许跟讨厌鬼赛罗玩 杰德 你这样也太过分了 奶茶还给你 你晚上的生日派对 我不去了 对啊 杰德你太过分了 你的生日派对我也不去了 杰德他为什么那样对我 命运之前他不是这样的 是啊 杰德今天好奇怪啊 我知道杰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银河 杰德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这一切都让回忆至今告诉你们吧 爸爸你快看 我这次特训测试考了95分 我可是光之国里的第二名 我棒不棒呀 才考了95分 有什么棒的 你看看人家赛罗 每次特训测试都是100分 你能不能跟人家学学 好吧 爸爸 我这次跟赛罗一样 也考了100分 我是不是很厉害啊 哼 才考了一次100分 有什么好骄傲的 赛罗每次都考100分 怎么没见人家骄傲 你就不能和人家学学吗 赛罗赛罗 为什么每次都是赛罗 为什么我这么努力 被老爹都看不见 我讨厌赛罗 原来杰德这样对赛罗 总是因为贝利亚总拿他和赛罗比较 哎呀 我也不喜欢我爸爸 总拿我和别人比较 祝我生日快乐 祝我生日快乐 我之前那样对赛罗他们 他们一定不会来参加我的生日会啊 祝生日快乐 祝生日快乐 杰德生日快乐 赛罗 你们 你们怎么都来了 我最好的朋友过生日 我怎么能不来呢 杰德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生日蛋糕 赛罗谢谢你 赛罗对不起 我之前那样说你 我不是故意的 没事的杰德 你之前为什么那样对我 银河都用回忆之镜告诉我了 我可以理解你的 明明你那么优秀 贝利亚还总是拿你和我比较 总觉得我好 你不好 这样是不对的 赛罗哥哥 我今天有件事要和你说 你可不要生气啊 乔妹妹是什么事呢 你说出来 我不会生气的 其实 其实我已经和欧布在一起了 为什么呀 你不爱赛罗哥哥了吗 赛罗 格力乔已经不喜欢你了 他现在爱的人是我 这是真的吗 乔妹妹 我不相信你会做出这种事 赛罗哥哥你听我说 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 我没有觉得很开心 反倒是你经常不陪我玩 不陪我看电影 我受不了了 和欧布在一起后 我觉得每天都很幸福 他每天都给我买我喜欢喝的奶茶 陪我看电影 陪我玩 乔妹妹 赛罗哥哥还是很爱你的呀 因为每天要加强训练 希望自己强大一点 这样更有能力保护你 赛罗哥哥 我心意已决 你就让我和欧布在一起吧 我们分手吧 和乔妹妹分手这么长时间了 刚开始我天天难受 晚上睡不好觉 每天都想着他过得好不好 现在好多了 我接受了现实 也慢慢开始习惯了 没有乔妹妹的日子 赛罗哥哥对不起 我们能重新和好了 和欧布在一起后 我发现他每天只会晚 还和别的女生去看电影 我就说了他两句 于是他就开始生气 最后竟然和别的女生在一起了 赛罗哥哥你能原谅我 重新和我在一起吗 格力乔你太过分了 赛罗对你那么好 之前努力训练 就是想以后好好保护你 你不领情 非要和他分手 现在知道回来了 可是没用了 赛罗你别原谅他 我们走 赛罗哥哥你真的不喜欢我了吗 我真的知道错了 一家这个雕像是什么时候放在这里的啊 我也不知道啊 欧布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 他是光之国以前的守护者吗 我也不知道 不过怎么感觉自己忘记了什么 我也是啊 敌家欧布 我们快去玩啊 我刚发现了一个好玩的游戏 好啊 那我们走吧 赛罗 如你所愿 光之国真的恢复正常了 可是大家都把你忘记了 你这样做 真的值得吗 奥特之父 这是怎么回事呢 为什么会有一个雕像在这里呢 事情是这样的 上次贝利亚来找麻烦 赛罗 我今天一定要跟你翻个胜负 放马过来吧 我会誓死守护光之国的 有我在 你永远伤害不了任何一个人 哈哈 既然我占领不了光之国 那我就带着你和光之国所有的人一起消失吧 迪迦欧布格利乔 你们快点跑 好得越远越好 不 赛罗哥哥 你跟我们一起走吧 我们不要管光之国了 我好害怕你出事了 不行 你们先走 我不在这里拦着贝利亚 光之国会出大事的 你们快走 哼 你们今天 谁也走不了 我要把你们全部消灭掉 迪迦欧布格利乔 你们快起来啊 哈哈 他们永远也醒不过来了 贝利亚 你真是太可恶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迪迦欧布格利乔 你们怎么了 奥特之父 这都是贝利亚做的 刚刚和贝利亚的战斗 已经快耗光我的力量了 我的时间不多了 你帮我做一件事吧 不 我会救你的 乌拉乌拉变 怎么会没有反应呢 没用的 你就答应我吧 好 你说 我会用我剩余的力量 让迪迦欧布格利乔 他们全部苏醒过来 只是他们醒过来 发现我消失了 一定会特别担心 所以你能不能让 所有人都忘记我 我不想让他们伤心 我答应你 我答应你 那就好 那就好 谢谢你奥特之父 格利乔格利乔 我答应你 就被他们给打了 对不对 对对对 就是这样 哼 竟然敢碰我的男人 我们走 你们两个给我站住 打了我的人 就想一走了之吗 呦呦呦 小妞 你是在说我们吗 对 就是你俩 哈哈哈哈 就是我们打得怎么样 难不成你还想 请我们吃大餐呀 对了 就是请你们吃大餐 看着 女侠 我们知道错了 求求你 别打了别打了 放过我们吧 鬼 以后敢动我的人 那就得知道后果 哼 格利乔 我最近通过 不断刻苦的学习 我的战斗力 现在强大了很多了 那太好了 赛罗哥哥 格利乔 我这有个十万战斗力 我把它送给你 你吸收了后 以后就不会有人 敢欺负你了 哈哈哈哈 十万战斗力 算什么 格利乔 我不止 有十万战斗力 我还有百万战斗力 贝利亚 你又在那吹牛了 那好的 你看着 哇 贝利亚 你好厉害呀 居然又这么多战斗力 哈哈 格利乔 只要你做我的女朋友 以后都跟着我 我就把这些战斗力 都送给你 而且不会再有人 敢欺负你了 贝利亚 你放弃吧 格利乔 是不会做你女朋友的 格利乔 你居然是个贪慕虚荣的人 赛罗哥哥 只要我吸收了战斗力 以后就再也不会受人欺负了 哈哈 赛罗 我要是你就识去的 早点走 贝利亚 我现在跟你在一起了 你可以把这些战斗力 都给我了吧 好的你拿去 赛罗哥哥 你能从吸收了这些战斗力 可以想翻一下 他 是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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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贝利亚 你作恶多端 受死吧 看招 赛罗是我的朋友 赛罗是我的朋友 哎呀 你们别争了 你们谁能和我组成一个新的字 谁就是我的朋友 贝利亚 你的火字和赛罗的十字 组不成新的字 格利乔 你还说我 你的钉字和赛罗 也组不成新的字啊 叮叮叮 不对不对 怎么不对 格利乔 我们刚好可以组成一个新的字 我们可以组成新的字 这是什么字 我不认识啊 哎呀 格利乔 你好笨啊 你把火字放左边 把钉字放右边 这样刚好可以组合成一个新的字 就是台灯的灯字 原来是这样啊 那以后我们就是好朋友了 贝利亚 我们一起去玩游戏吧 好呀 那赛罗我们就先走了 格利乔和贝利亚这么快就成好朋友了 我也要快点找到一个好朋友才行 不不不 你愿意做我的好朋友吗 当然愿意了 我是识 你是诚 我们可以组成 组成 哎呀赛罗 我们两个好像组不成新的字 所以我不是你的朋友 那好吧 我再去找其他人吧 赛罗赛罗 我们来当好朋友吧 我是口 你是识 我们可以组合成一个新的字 叶子的叶字 是啊 真是太棒了 我也有好朋友了 泽塔 我终于找到你了 我们来做好朋友吧 可是我刚刚已经和赛罗做好朋友了 可 可是我特意来找你 就是想和你做好朋友的 而且赛罗可以和好多字组成新的字 而我除了你 不知道还能和谁组合在一起了 所以你就和我做好朋友吧 赛罗 那要不然我们就分开吧 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更多好朋友的 那好吧 耶 我终于找到好朋友了 赛罗我们一起去玩吧 好啊 嘿嘿嘿嘿 哎 大家都有好朋友了 只有我还是一个人 我的好朋友到底在哪里啊 赛罗赛罗 我们都是你的好朋友啊 啊 怎么出现这么多字 可是我只能和一个人成为汉字朋友啊 选我选我 我是日 我们组合在一起是早上的早字 赛罗你一定要选我啊 我们组合在一起的话 就是真假的真字 哎呀 你们都走开 我是笔 赛罗我们组合在一起 就是毕业的毕姿 不是不是 我才是赛罗的好朋友 我是伴 我和赛罗组成在一起 就是协商的鞋子 选我选我 大家都不要争了 你们都是我的好朋友 可是我只能和一个人组成汉字朋友 你这个丑八怪是谁 居然敢冒充格力乔 格力乔可是光之波的美女 丑八怪快滚开 再冒充一次 格力乔见一次打一次 赛罗哥哥 我是格力乔呀 你不认识我了吗 格力乔才不是你这个样子 你个丑八怪 快滚开 赛罗哥哥 我是被贝利亚的黑暗魔法 变成这样的 你们为什么都不相信我 呦呦呦 这不是格力乔啊 哦不 你居然认得出我是格力乔 太好了 嘿嘿嘿 我当然认得出 就是我让贝利亚大人 把你变成丑八怪的 这样赛罗就不会喜欢你了 做我的女朋友吧 哦不一个混蛋 我喜欢的只有赛罗哥哥 永远都不会喜欢你的 你死心吧 快把我变成人样 哼 贝利亚大人的黑魔法 只有现在赛人的帮助 才可以变回来人样 你现在这样赛罗赛罗 已经不喜欢你了 还是做我的女朋友吧 我不信 我真的去找赛罗哥哥 他一定会让我变成人样的 你这个丑八怪怎么又来了 赛罗哥哥 我真的是格力乔了 现在要让我变回来的 只有你了 如果你真的是格力乔 我这里有一份赛罗粉丝等机口试 以格力乔对我的了解 肯定能得一百分 你考考看吧 啊 啊 我就是这样是吧 你的丑八怪 我然不是格力乔 准备挨打吧 等等 赛罗 他穿的衣服就是格力乔的 可能真的是格力乔 再给他一次机会吧 好吧 我再给他一次机会 丑八怪 如果你真的是格力乔 只要你能得到一百分 我就相信你 赛罗哥哥不相信我 我好难过 都怪我没用 考不了一百分 赛罗哥哥 我要和你分手 乔妹妹 为什么要分手呀 是不是我做错了什么呀 赛罗哥哥 你很好 只是我们不合适而已 其实我早就和欧布在一起了 乔妹妹这是为什么呀 你不是要永远要和我在一起吗 赛罗 格力乔已经不喜欢你了 他现在爱的人是我 这是真的吗 乔妹妹 我不相信你会做出这种事 赛罗哥哥 你听我说 和你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 我没有觉得很开心 反倒是你经常不陪我玩 每天都去练功 哪有时间陪着我 和欧布在一起后 我觉得每天都很幸福 他每天陪我逛街 看电影 还带我去其他星球旅游 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 乔妹妹 我就是因为喜欢你 所以我每天才那么辛苦的练功 我就是要一辈子保护你呀 赛罗哥哥 我心意已决 你就让我和欧布在一起吧 我们分手吧 赛罗 格力乔都离开那么久了 你就忘了他吧 看着你那么伤心 喜欢你的小伙伴也都很难过啊 他们都很关心你 你一定要振作起来呀 谢谢小伙伴的关心 我现在也已经习惯 自己一个人的日子了 我会像以前一样 努力地练功修炼 我要保护好地球 让大家每天快乐幸福地生活 赛罗哥哥 对不起 我们能重新和好吗 欧布就是个不靠谱的男人 我和他一起去外星球旅游 路上碰到一个强大的怪兽 欧布打不过 竟然丢下我一个人逃走了 我现在才明白 赛罗哥哥才是我最爱的人 赛罗哥哥 我们重新在一起好吗 格力乔 你真的太过分了 赛罗以前对你那么好 为了保护你努力训练 你不但不领情 还要和他分手 现在知道回来已经晚了 赛罗 我们走 赛罗哥哥 请你原谅我吧 我知道错了